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自驾环游中国频道 我是夏天 我是华姐 上一集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在藤冲住的酒店 然后又把华姐掉了水里的手机 拿到收货点去维修了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带大家去吃美食 走这 这是适合吃火锅的天气 我们到了 这是建华路 就这家大理海烧鱼庄 我们在大理的时候呢 就有朋友建议我们吃海烧鱼 没吃啊 跑到腾腾来吃 你好 他这有二楼啊 我们上二楼 看看这外面这雨下了 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套餐都有啥啊 这是五花肉一份出菜 豆芽 豆芽 同盖 然后这一份墨鱼 这是虾球吧 对 然后豆腐皮 鱼是龙虾球 哦 然后还有一个三斤的海烧鱼 很丰盛吧 这就是海烧鱼 这鸳鸯锅 鱼都在这里面 这一锅真的好大 这是什么 蘸料 放到这里面的是吧 哇 这是刚泼出来的辣子 抓这个碗就很烫 而且很香的香味 今天这个天气 因为火锅很配哦 对 这就是吃火锅的天气 哇 这个鱼汤真的是 奶白奶白的哦 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怎么样 感觉是太好喝了 很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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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淡淡的香濃的奶味 啊 嗯 肯定放豆腐 哇 好香 这里面有好多豆腐 看它这鱼味道怎么样 嗯 嗯 嗯 哎 这鱼肉好吃 好吃啊 它香气感觉就像那种海鱼蒜瓣 蒜瓣肉的感觉 哦 嗯 可以 可以吃 拿肉勺 嗯 看看这个鱼 这鱼的肉质挺紧的啊 嗯 就是那种海鱼的感觉 嗯 蘸一下料 我要蘸上这个蘸酱 更好吃 它那个 刚刚那个油破辣 有点辣了 我不敢蘸 嗯 如果吃辣的人 可能蘸得很香 没有那个小刺 嗯 嗯 我也不错 好喝啊 特别辛苦 这鱼的味道不错 蘸点 蘸点干料尝一下 嗯 滑姐能吃辣 我不能吃 它蘸着干料可以 嗯 嗯 嗯 这辣椒还是挺辣的 嗯 嗯 给大家再餐一餐 像我们这样一套餐 多少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我们又是团购的啊 还是秒杀的 这一套其实在团购上面是四人餐 嗯 知道我为什么要团四人餐吗 待会告诉你 卖个小关子 它这个辣子稍有点咸了 不能咸就好了 豆腐 这豆腐也炖得很难吃 下雨天坐在打窗户前看着这个雨天 然后吃上这个火锅 很再见 非常舒服 这油辣了挺香的 就这样吃了都好香 不辣吗 对于我来吃的 就是有点咸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定的是四人餐两个人吃 因为它两人餐的价格 团购价是100多 130多 而我们这个团餐 它不仅是团购 而且是秒杀 价格只要88 比两人餐还便宜 所以我们定了这个四人餐 这个如果要是没有秒杀的话 是188团购上面 对 它的秒杀是指线 比如说10份5份 你能抢到 你就可以以很优惠的价格来吃 对 我觉得这个秒杀挺好的 对 所以每次我们到一个地方 想去尝美食的时候 先找秒杀的活动 而且这家店的味道真是不错 不错 很好吃 很多朋友老问说是哪个团购 其实因为视频里不方便说 因为平台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说另一个平台 这样子就相当于把这个平台的这个用户 领留到其他平台上面 这是所有平台都比较忌讳的 所以不是我不说 是真的不方便说 大家都应该知道 对啊 现在基本上就能一个团购网嘛 最大的那个团购网 对 能听懂了吧 其实每个平台他有好多自己的规则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特别是不做这些自媒体的朋友 他就更不清楚了 他里面是有好多的那个 静止欣慰 我应该拿露手 来 捞给你吧 嗯 我吃得比好多 你吃 这太大块了 你吃你来 太大块了 哇 我吃这个块 哇 你看看这个块 快看 非常不错 这是白笨 发着鱼皮 哦 透亮的 好看啊 嗯 鱼皮很好吃 QQ的 嗯 嗯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嗯 嗯 好吃 他每次找的店 都特别好 是吧 嘿嘿嘿 吃得非常好吃 哇 这就是一个大块鱼 我要用露手 它的鱼好像挺大的 嗯 三斤左右 嗯 看一看 哇 还在吗 我们可能跟其他的 那个环游中国的旅行 不太一样啊 好多说也是环游中国 但是比如说 可能三五个月 就能已经赚了 大半个中国了 嗯 嗯 就是到每个地方 他们可能待的时间一个短 而且这个省 不是每个城市都去可能 但是我们的行走方法 基本上是每个地方都会去到 嗯 而且我们 对 我们只要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 多待几天 把在这感兴趣的地方 都去一遍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 我们的这个环游中国行就速度非常慢 嗯 我们估计 很多人问我们去不去贵州啊 去不去四川都会去啊 大概就是在明年了 今年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在云南省境内 对 我们环游中国不想把时间全部浪费到路上啊 对 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值得去 觉得去转转 然后也要深入的体会一下 当地的这些跟土人情 嗯 这样才能觉得 你到一个城市才能了解 如果到这个城市吃顿饭 或看两眼就走了 我觉得对这个城市是没有太大了解的 对啊 过了几天把它放在干净进去 吃辣子 我去你一碗辣子都快吃掉了 嗯 越吃越辣啊 越吃越香觉得 好好吃 我们先把荤子下了啊 然后素的吃不完就可以打包了 五花肉还是挺肥的 五花肉全都下给你 全下给我 我一个人长胖是吧 这五花肉好像好了 可以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尝尝 花姐前两天命运我了 说以后不给我买猪肉了 然后也不给我做红烧肉了 然后也不给我做红烧肉了 说让我减肥 反正是肥肉要少吃 好吃 嗯好吃 好吃 你买一块吧 我不吃 尝一趟 找个瘦点 这一块吧 好不好 嗯 嗯 所以这个如果要是不是套餐里带的 我都吃不上 吃完这顿我俩准备开始减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这肉很劲道 嗯 你看看 挺香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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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喜欢吃的都是长肉的 嗯 所以你瘦不下来呀 嗯 嗯 嗯 我再来一块 是吧 明明哥我抢好吃的 哈哈哈 吃火锅我还是挺喜欢吃土耗的 土耗很好吃 嗯 嗯 我俩刚好喜欢吃的 查开了 嗯 你看比如说吃鱼的话 我喜欢吃鱼头 华姐喜欢吃鱼尾 哈哈哈 除了他我没有听说我喜欢吃鱼尾 哈哈哈 我俩吃饭都不容易抢 吃蛋糕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吃奶油 而且不爱吃奶油 哈哈哈 我喜欢吃的都没人多抢 奶油多长肉呀 嗯 所以很少吃 嗯 嗯 我真觉得我减肥太困难了 我爱吃的都是长肉的 嗯 肉 甜食 都是我喜欢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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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味道也不错 很鲜 然后鱼子 对 嚼起来就是吃到鱼走着感觉 各自各自的 嗯 嗯 可以 滑解吃菜的功夫 我很佩服 嗯 但是这个虾丸啊 鱼子虾丸 连吃几个吃多了会发现有点咸 咸了 嗯 连着吃几个会觉得有点咸 嗯 刚开始吃会觉得很鲜 嗯 喝点水 嗯 谢谢 看我们两个这就是默契 他说咸了我就赶紧倒水